Markieren Sie, welcher Teil des Satzes Haupt und welcher Neben Satz ist. Die grammatischen Bezeichnungen unten helfen Ihnen dabei. 内容我们已经了解了,也证实了我们前面的猜测. 现在请同学们再仔细观察一下这六句话. 标出这些连词连接的两个部分,哪部分是主句,哪部分是从句. 下面给出的语法结构描述,可以帮助大家做出判断. 当然也可以看书上六十一页上方的练习碑. 一共有这么几种,我们分别给它们编上号吧. 1. Hauptsatz plus Hauptsatz,主句加主句. 2. Hauptsatz plus Hauptsatz mit demselben Subjekt,主句加主句,两句主语相同. 3. Hauptsatz plus Hauptsatz mit demselben Subjekt und Verb,也是两个主句. 主语和动词都相同. 最后,4. Niebensatz mit Comparativ plus Hauptsatz mit Comparativ. 从句加主句,两部分都带有比较集. 2. 回头看看六句话,不能找出其中第六句属于第一种,两个主句。 第二句和第五句属于第二种情况,两个主句主语相同,而第一和第四句话都属于第三种。 两个主句不仅主语相同,位与动词也一致。 只有第三句话是主从句,并且带了比较集。 通过这样的观察,希望大家了解一点。 就是,哪些连词是引导主句和从句的,哪些连词是连接两个主句的。 其中,当主语或主位都一致的时候,也可以省略掉一个。 这样看上去就似乎是连接了两个句子成分而非整句话。 无论是哪一种理解方法,都没有关系,关键是要掌握它们各自的意思和用法。 现在我们先来快速连线C这道题,用德文解释六组连词的意思,稍后再来做两个相关的练习。 预访C 准备两个主题的关键 咱们就直接给答案了。 sowohl als auch heißt alle beide, weder noch bedeutet keins von beidem, je desto verbindet ein Haupt und ein Nebensatz, beides verändert sich in Abhängigkeit voneinander. 选择A 两者都在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是相互关联的。 四 nicht nur, sondern auch heißt E das eine und das andere。 fünf entweder oder heißt F das eine oder das andere。 最后 Nummer 6 zwar aber bedeutet auf der einen Seite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 Nun machen wir eine Übung Ergänzen Sie bitte die fehlenden konnektoren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练习 在空处填上合适的联词 当然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六对联词了 请看题板 Ok Ferti 一起来对一下 第一题已经填好了 是 zwar aber 来看看句子的意思 zwar ist es nicht leicht ein Streitgespräch fair zu führen 虽然要公平公正的 进行一场争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aber es hilft längerfristige Konflikte zu vermeiden 但是 这却有助于避免出现 长期的矛盾 第二句 要大家自己填了 in einem Streitgespräch sollen alle Gesprächspartner sprechen 填 zu hören 在争论中 所有谈话的参与者 都应该说话 倾听 既然要参与 就应该同时做到这两点吧 既要说 也要听 两者都是必要的 所以应该填 sowohl als auch 第三 看到后面的 klarer 比较急 不用讲 一定是 je desto 直接填进去 je klarer man dabei formuliert desto besser lassen sich misverständnisse vermeiden 你越是表达得清楚 就越能够 更好地避免误解 下一题 开头就来了一个转折 es hilft jedoch 不过重要的是 后面有两点 一是 die sprachliche Formulierung 语言上的组织 二是 der Respekt vor dem Gesprächspartner und seinen Wahrnehmungen 对谈话对方 及其感受的尊重 根据逻辑 前面的语言组织 已经在上一题中出现 并强调了其重要性 而后面的 对对方的尊重 显然也很重要 所以应该用 nicht nur sondern auch 来连接 重要的 不仅是前者 还有后者 第五题 schließlich geht es darum nur seine eigene überzeugungen durchzusetzen um Schurzuweisungen 首先要正确理解 开头的schließlich 在这里应该解释为 必尽 只有这样理解 才能够在逻辑上 起到 承上启下的作用 为什么说尊重对方 也很重要呢 因为毕竟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什么 后面也是两部分 一是 nur seine eigenen überzeugungen durchzusetzen 只是要将自己的信念 想法付诸实施 二是 schur zuweisungen 归咎 追究责任 这两个 似乎都不该是 写上的目的吧 所以应该填 weder noch 既不 也不 最后一题 根据排除法 只剩下 entweder order了 先填进去吧 den entweder findet man gemeinsam eine lösung oder der Streit wird immer wieder aufleben 因为如此一来 要么 人们能够找到 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 要么 就是争吵 愈言愈恋 通了 看样子填的没错 同学们 是否也是这样填的呢 如果不是 就请你 再自己斟酌一下吧 OK 说了这么多理论性的东西 当真遇到有争议的情况 我们又该如何去与对方距离力争呢 若是作为调解员 又有哪些劝解的话可以说呢 请大家阅读下来的表达方法 关于找到解决方法 达成协议的表达 首先 要 摆出自己的立场 此时可以说 我们看不出什么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不公平 或者 一方面另一方面 摆出了立场之后 对方只有两种反应 要么接受 要么拒绝 可以说 同意或者不同意 因为什么 又或者 这可以或者不可能是一条出路 作为调解员或者谈话的某一方 提建议 选择 可以说 什么什么怎么样 或者 你觉得以下的方案如何 您赞同这一方案吗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解决方案吗 对于对方提出的建议 您当然可以继续给出反应 同意或者不同意 这时候又可以重复上面的表达 我们又可以重复 我们再次继续 我们再次继续 移动 我们再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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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诉求 说 想跟Mahle先生谈一谈 Mahle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 ja natürlich um was geht es denn 什么事呢 Franke先生直入正题说 Ich finde es ungerecht Diwekong已经天出 他说 我觉得不公平 什么事不公平 而不是两个句子 所以只能填 一方面你说的是事实 可是另一方面 我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到了 而您却要九点才到 下面Franke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可想而知 要先问问对方的想法 所以填 您觉得下面这个方案怎么样 啥建议 他说 您五点钟再走 而我八点半就到 如何 对于这样的建议 Mala又做何感想呢 第五个空需要大家来填 我们先看后面 看看他究竟同意不同意 他说 我五点就得去接孩子 如果不早点走 实在没办法去接呀 所以第五个空应该是不能同意的 天 das geht leider nicht 但是他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办法 她的建议是 我其中两天待到五点半在走 而相应的 这两天我晚点来 然后和我太太换一下 早上的时候 由我来照顾孩子们 既然他提出了这个方案 当然也要询问对方的意见 所以第六个空最合适的是 为了解决定 Franke先生对这个方案表示接受 说 这可以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 后面接着说 lassen Sie uns folgendes vereinbaren 那就让我们这样约定吧 模拟练习 一定要开口说 尽量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表达都用上 Alles kla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erden wir ein Gespräch aus einer Talkshow hören Das wäre ein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Aber dabei werden wir ein sehr interessantes Thema besprechen nämlich heiraten Sind Sie schon gespannt?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内容不少啊 对吧 千万别忘了作业 要把所学的东西都用起来 下节课我们要来听一个脱口秀中的谈话 这可是个不小的挑战呢 不过其主题却十分有趣 是关于结婚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期待呀 OK dann alles Gute bis zum nächsten Mal auf Wiederhören 再见 感谢观看